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. 哪些点会产生极小值? 3. F点会产生极值吗? 解答 第一题 B, D 第二题 C, E 第三题 F点不产生极值 由图可看出,在极大值或极小值发生处,若有切线,切线都是水平的 而 F点虽然有水平切线,但却不在 F点产生极值 前面影片中曾学过费马定理 这个定理告诉我们,如果极值发生的点就是水平切线,但是有水平切线的点不见得会产生极值,就像图中的 F点。 所以,满足 F' 等于 0 的点只是发生极值的候选人。 接下来,我们就要利用函数在满足 F' 的点,附近 F 的地增或地减的情形,来判断是否发生极值,再搭配函数的一阶为分,判断图形的地增或地减。 所以,此方法就称为极值的一阶减定法。 下面,我们来学习这个方法吧! 如何判断满足 F' 的候选人是否为发生极值的点? 我们透过观察下面的图形。 图形由左往右,先严格递增再严格递减。 刚好在 X 等于 C 的左侧,F' 大于 0,右侧,F' 小于 0。 不难发现,F 是极大值。 那同学思考一下,极小值要如何按照刚刚的方法讨论。 图形由左往右,先严格递减再严格递增,即在 X 等于 C 处的左侧,F' 小于 0, 右侧,F' 大于 0。 此时,F' 是极小值。 我们把上面所讲的整理如下。 多项式函数极值的一阶减定法。 设F为多项式函数,且F' 等于 0。 如果 X 等于 C 的附近满足当 X 小于 C 时,F' 大于 0。 当 X 大于 C 时,F' 小于 0。 则 F 是极大值。 如果 X 等于 C 的附近满足当 X 小于 C 时,F' 小于 0。 当 X 大于 C 时,F' 大于 0。 则 F 是极小值。 下面,我们来练习例题吧。 例题一,是求函数 F 等于 X 的 4 次方- 4x 三次方加 3 的极值 与发生极值的 X 值。 首先,求出 F 的导函数,并将其因式分解,得到 F' 等于 4x 三次方- 12x 平方等于 4x 平方乘以 x 减 3。 同学想一下,这题可能发生极值点的 X 座标有哪些。 就是 F' 的点,得 x 等于 0 或 x 等于 3。 将 F' 的正负情形整理成下表。 在 X 大于 3 时,F' 为分大于 0,图形严格递增。 在 0 与 3 之间,F' 为分小于 0,图形严格递减。 根据一阶减定法,F' 有极小值- 24。 在 X 等于 0 附近,F' 为分阶小于 0,图形严格递减,所以没有极值。 最后,我们利用电脑绘图,画出 F 的 4 次方- 4x 三次方加 3。 同学可以观察图形递增递减的情形, 与极小值的点是否跟我们之前讨论符合。 前面的影片曾介绍定义在 B 区间上的多项式函数。 1. B 区间端点,B 为极大值或极小值。 2. 一定有最大值与最小值。 再搭配极值的一阶减定法,找出极大值与极小值。 则,在这些极大值中,最大者就是最大值。 极小值中,最小者就是最小值。 如此一来,多项式函数就可以在 B 区间上找到最大值与最小值。 下面我们来练习例题吧。 例题二。 试求函数 F 的 x 等于 x 三次方- 3x 加 1 在 B 区间- 3 到 3 上的最大值与最小值。 解答。 首先,求出 F 的导函数, 并将其因式分解,得到 F' 等于 3x 平方- 3 等于 3 乘以 x 减 1 F' 等于 0,得 x 等于- 1 或 1 再加上 B 区间- 3 到 3 的两个端点- 3 与 3 共 4 点进行讨论。 将 F' 的正负情形整理成下表。 在 x 等于 1 附近,当 x 大于 1 时 F' 的 x 大于 0, F 的 x 严格递增。 当 x 小于 1 时 F' 的 x 小于 0, F 的 x 严格递减。 所以 F 的 1 等于- 1 为几小值。 在 x 等于- 1 附近,当 x 大于- 1 时 F' 的 x 小于 0, F 的 x 严格递减。 当 x 小于- 1 时 F' 的 x 大于 0, F 的 x 严格递增。 所以 F 的 x 等于 3 为极大值。 接着考虑, x 等于 3 与 x 等于- 3 两个端点。 x 等于 3 附近, F' 的 x 大于 0, F 的 x 严格递增。 所以 F 的 x 等于 19 为极大值。 x 等于- 3 附近, F' 的 x 大于 0, F 的 x 严格递增。 所以 F 的 x 等于- 17 为极小值。 因此,极大值, F 的 x 等于 3, F 的 x 等于 19, 极小值, F 的 x 等于- 17, F 的 x 等于- 1, 极最大值, 为 F 的 x 等于 19, 最小值, F 的 x 等于- 17。 最后, 我们利用电脑绘图, 画出在- 3 到 3 之间, F 的 x 等于 x 三次方- 3x 加 1 的图形。 同学可以观察图形递增递减的情形, 是否跟我们之前讨论符合。 多项式函数极值的一阶简定法。 设 F 的 x 为多项式函数, 且 F 的 c 等于0。 1. 若 x 等于 c 的附近满足当 x 小于 c时, F' 的 x 大于 0, 当 x 大于 c时, F' 的 x 小于 0, 则 F 的 c 是极大值。 2. 若 x 等于 c 的附近满足当 x 小于 c时, F' 的 x 小于 0, 当 x 大于 c时, F' 的 x 大于 0, 则 F 的 c 是极小值。 定义在 B 区间上的多项式函数。 1. 壁区间端点必为极大值或极小值。 2. 一定有最大值与最小值。 再搭配极值的一阶简定法, 就可以找出最大值与最小值。 下一部影片会介绍找极值的另一个方法, 也会有比较多的练习。 欢迎同学一起来学习哦!